Dapp 應用 目前可以分為四個比較主流的類別 包含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就是所謂的金融交易類型的應用 Dapp 另外一種叫Marketplace 就是所謂的交易市場 比如說NFT的交易市場等等 第三種就是博弈 這個Gamble 第四種就是遊戲 其中遊戲相關的這個Dapp 發展受到極高的關注 甚至結合了這個Defi 或NFT 發展出一個 又有一個新名詞 GamFi 那根據一個追蹤網站 叫Dapp Radar的統計 截至2022年的3月份 光遊戲類型的這個 Dapp 或者所謂的GamFi 就是GamFinance類型的應用程式 它的數量就超過了1450個 相比起2021年的544個不到半年的時間 數量已經幾乎是 這個不只是Triple 這個有可能還在持續的成長當中 GamFi和傳統單機的遊戲 線上的遊戲 或者手遊 是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GamFi的運行機制又是什麼 還是它就是一個新的Buzz World 這個曲波給我們一點指教 對我簡單講一下 現有的遊戲其實它就是中心化的 就是有一間遊戲公司架了一個網站 然後使用者就是去這個網站上玩遊戲 那其實現有的這種遊戲 它也有所謂的點數 也有所謂的寶物 那在現有的機制其實也可以運行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可以用成GamFi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所謂的點數 我們給它稍微程式修改一下 是不是就改成所謂的加密貨幣 那一旦你改成加密貨幣之後 就跟這個所謂的虛擬金融市場 我們剛剛講的這一種去中心化 金融市場就有連結 那這個當然在行銷上有很多的好處 坦白說 一個點數對我一般的人聽的講法 就是它不就是你這間遊戲公司在玩的東西 那離開你這間遊戲公司就什麼也不是了 可是一旦跟加密貨幣扯上關係之後 它就不一定是跟這間公司 如果它有辦法行銷 讓這個所謂的加密貨幣 能夠跨不同的應用 甚至是可以流通的一種貨幣 那它就有價值了 加密遊戲幣 可以這麼說 那另外一個就是寶物 在這個遊戲裡面有寶物是正常的 可是有寶物你怎麼證明這個寶物的所有人是誰 所以就馬上又跟這個所謂NFT 非同質化代幣又扯上關係了 因為非同質化代幣 可以拿來當作一種數位資產的證明 那一旦用了NFT這個字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在交易所裡面可以拍賣的東西 那一旦你可以拍賣 你就可以吸引到很多 手上持有加密貨幣的人 他可能看上了 希望能夠趁這個機會 一起來炒作這個炒熱這個新聞 它就會進來 那對我來說 這個寶物的價值是不是就增加了 所以簡單的結論 遊戲公司可以用點數跟寶物來營運 沒有問題 但是呢一旦把點數變成加密貨幣 把寶物變成NFT 馬上就跟這個虛擬世界的這個去中心化金融 我們剛剛講的Define馬上連結起來 那當然可以做的行銷就變多 未來的想像空間也變大 其實一個產業在初期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有一些也許未來可能會很有意義或很有用 但是在初期它可能變成一種行銷與會 這都端看這個產業接下來的發展到底是怎麼樣 很難解 那麼就會突然出現 在現在以前的雰面 是可以吃香蕉的 是可以吃香蕉的 差番火 也是可以吃也好 吃香蕉的 但是現在好了 而是不可以吃香蕉的 您也很快